哎,台长,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台长,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台长,我就,我先知情的问题啊,我现在是婚姻不好,没有孩子,怎么办呢,台长 婚姻不好,没有孩子是吧 啊 你是婚姻,你主要是没孩子是吧 婚姻不好,我老公经常就是,就是 嗯,知道了,我跟她是二婚,她结婚,跟她结婚六年,她始终就是犯桃花 哎,我知道,桃花犯了,嗯,这个事情很简单,每天给她念欺骗,心经了没有 台长,是这样的,我是从,我记得有个通修给我打过,就是给您打过电话,就问的是我,我老公离家出走半年 连续两年都是这样,就是坚持要和我离婚 后来,您开始是给她念二十七份心经 我念了一段时间,问她回来了,但是感觉 我对她也是改变态度了,感情 呃,就是 有好转,之后呢,我又给她 念了四十多点 小房子,然后,她是 回来了,回来之后呢,还是 就是,就是犯桃花 经常就是,对外边的女人 添花热桃,然后也不正经过日子,我也没办法,我还放不下 今今我是坚持给她每天念二十七遍 我问你现在回来了没有了 昨天又走了,又生气又走了 你知道像你这种人,像你这种人,能把它念回来之后,你知道,你保,保,保,保证不了她不走,你知道吗 就你这种脾气呀 你以为呀 你现在给我讲话 这种态度,你就知道 你会对你老公什么态度 是啊 你好好改改吧 我告诉你,像你这种人多呢 台长帮她念经,把她老公念回来了 又把她老公去找了 你老公回来之后 你好了没几天,你不能又跟她搞了吗 不是我的问题 是她的问题 你再讲一遍 你再讲一遍 你就别学台长席那法门了 说人家不好的人就是说你自己不好 你有毛病 你会说人家有毛病 你听得懂吗 嗯 你先从自己身上来做毛病 你把老公都弄得跑掉了 你没毛病啊 穿着她不好啊 没有 但你老公是个混蛋 你为什么去取混蛋呢 你嫁给混蛋干嘛 你这种人为什么不好 敢给自己毛病啊 你这嫁给人家了 你为什么不好 我改改啊 你现在嘴巴里人家不好 你不要跟我讲 兄弟兄你那法门之后 我改好多了 改好多了 你说改好了 好多了 更改好了 那是两个概念 你听得懂吗 嗯 你 你很想要跟她过日子 你就得忍耐 人家再不好 我们好 时间长了 也会感动天地的吗 台长我其他的都可以忍耐 我就忍耐不了 才是饭桃花 那你离婚呀 你去离婚呀 嗯 还有这个想法了 你就是孤寡命 你听得懂吗 嗯 你自己要想想了 你再找一个 也会碰到这种人的 这是你前世自己 接的恶缘 你不报告 你碰到的也是这种人 你这一个老公 不是也是这样的吗 我就这一个 那你就这一个 那你没碰到 你再等着吧 我找一个不是二婚 那你二婚 你再等着吧 傻姑娘了 没脑子的你呀 学佛的人 第一要懂得姻缘 果报 像这种都是报应啊 你不还掉债的话 你怎么办啊 你不信你跟她离婚 你开康 你再找这个好的 台长 我准备 如果比如说我要和她离婚 我就不找了 我也好好幸福 自己过也挺好 像你这种人我见的多了 嗯 很多人说了 我不找了 我不结婚了 你碰到姻缘来了 马上就结婚了 跑得比谁都快 你呀 那我现在怎么办呢 怎么办 我给她捏小房子 还是我自己捏小房子 你先好好捏 虽然 等到真的她不要你了 你把债还了差不多了 你再碰到一个 也不会很差了 否则你再碰到一个也是很差的 你听得懂吗 那就是我现在可以离婚了 谁告诉你呢 谁告诉你可以离婚了 你话都听不懂啊 我碰 台长跟你讲话你都听不懂啊 听懂听懂了 我叫你先随人 尽量去把这个家庭搞好 改变自己的毛病 帮她念经 把她念回来 你今天能够把她念回来 你明天就可以把她念好 你要有信心 嗯 结婚是儿戏啊 怎么开始 就怎么能改变她 分桃花呢 你一点点来的 改变你 改变你的脾气容易了 你改变她 不是一样的 你改变你脾气容易吧 你告诉我呀 她还说了 怎么能够改变我老婆的 这个臭脾气啊 你改变得了不了 那好了 你改了不了 你改了多少了 你老公现在是不是比过去好一点了 你那段时间如果好一点 好一点不再改啊 好一点不要坚持啊 嗯 你这种人呢 我告诉你 太长还有一个问题哈 就是我 我是大夫在医院诊诊 我们就是结婚六年始终没有孩子 是因为我的月经不正常 就是现在用药就来 不用药就不来 大夫诊断是多拿卵糖综合症 太长你看我怎么办呢 怎么办 就是自己嘴巴不好 做人不好 各方面 从自己身上找毛病 好好地修心 什么叫修心啊 修着你不正的心 修着你不好的行为 叫修心 修行 听得懂吗 嗯 那我怎么 我得念多少张小房子 有的念了 这都是燕结 冤灾啊 有的念了 明白吗 在台长您告诉我 大约能念多少张 我才能怀孕啊 你呀 我告诉你呀 你呀 就你现在这张嘴呀 就你现在修的这个心啊 你甭想了 我今天也不给你看头疼 我告诉你 你好好改变自己 菩萨才会慈悲的 菩萨绝对不会慈悲那些执着的人呢 听得懂吗 那就是说我不能有孩子了 你什么文化水平啊 你告诉我 你读到小 大学本科 大学本科就这种水平啊 话都听不懂的水平啊 哪个大学的 我现在跟你讲话 你都听不懂啊 要改变自己 要改变自己 念经念到后来能够改变自己才对啊 听得懂吗 我 台长我已经改 我自己的 我自己已经改好多 我以前就像一个魔杖似的 就像一个婆妇似的 我的确以前是那样 但是我现在改好多好多了 我自己都能感觉 你自己能感觉 你自己自己都知道 自己像一个婆妇似的 你想想看 对啊 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你这么厉害 你这么厉害 你会让你有孩子的 人家说了 骂人啊 断子绝孙的 我告诉你啊 要改毛病啊 你要改成是一个良家妇女啊 你慢慢才会有孩子的 而且很多还要忏悔啊 你现在念什么经啊 礼佛念不念的 我现在是 大悲咒17遍 心经21遍 礼佛是 刚加到5遍 以前是3遍 姐姐就49遍 给我老公念 他 他念心经27遍 给他和外面的异性 姐姐就是109 108遍 然后给他念礼佛 是1遍 我和 我念姐姐咒 和我老公的是49遍 小呆是49遍 就是这样 网上咒 最近刚加的 是听您录音说 如果一个女人 月经不正常 就应该念 网上咒 所以我就念49遍 网上咒 你好好记住了 我告诉你啊 像你这么凶啊 你老公不逃才怪呢 逃是正常的 你要记住啊 好好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自古以来就有这句话 只有改变自己的人 才能改变别人 明白了吗 嗯 那台长你说 我现在 就是啊 如果想维持婚姻 或者说把婚姻维持变好 就是改变我自己 坚持念经 坚持 把自己 把自己变得好一点 听得懂吗 嗯 坚持最重要 像我的一个 多长短条 中国证 大约得多少张 小房子才能改变呢 或者说这个月经 不动 不动 两百八十张 嗯 两百八十张 嗯 好 只要有数就可以 念让我念三百张 都可以 嗯 你乖一点呐 真的 你傻得不得了 好 你这个人是 傻得不得了的人 听得懂吗 嗯 是啊 我就是非常执着 我就对这个婚姻 始终放不下 如果我要是放假 可能就更好一点 嗯 我就对他就是 呃 勇敢们不学会人的话说 就是太执着 太在乎他 所以说 他根本就不拿我当人看 他不让你呢 你你少说人家不好 学跟着台长 学佛的人 先说自己不好的 不许说人家不好 听得懂吗 对啊 其实 我 我就 非常苦 你非常苦 你是自己造成的 苦 你这种是自己造成的 你听得懂吗 你自己种的因 你现在得到的苦了 你现在哭了 哭给谁听啊 好好的改毛病 就不苦了 听得懂吗 但是我觉得 就是我会 不是我的问题 他总是 你看看看 一句话 一句话里面三个我字 好了 我不跟你讲了 我觉得 我是什么 我不觉得是 我觉得我怎么样 我怎么怎么 都是我 以你为中心 你这个人会好的 你觉得了 你好好看看台长的 叛唤佛法了 听得懂吗 谁也是这样的 好了 人家都是混蛋 好吧 那你一个人 一个人去过吧 你找谁啊 谁叫你啊 好人的 你是一个大好人的 人家都是坏人 没人敢要你的 好好改毛病啊 你这不改的话 连台长都 都不理你的 你听得懂吗 我改我改 我一定改 你等到哪一天 你改的好了 你就知道 你过去是多么的混蛋 你想想你现在啊 你现在都知道 你过去是泼妇啊 因为你改了 你否则还以为 你是很对的呢 你听得懂吗 对 我一定的确 人就像泼妇一样 泼妇一样 好好了 做人好好的做了 真的 差得太远了 真的 自己啊 做人都不 您